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才决定说要资助他 跟爱琪讲说这个小孩我们应该要帮他 真的是他们给他们很多的爱 这份爱情是大到无边无际 我是2019年11月19号到台湾 就做一个身体的前面检查 检查报告出来的我的肺核量 胜材人才达到百分之三十 左边这个是当初我们来医院第一个筛选 造的X光片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身体是歪向右边的 那整个脊椎骨是跟胸臂贴在一起 再来最糟糕的就是他这个这么僵硬的 我们搬都搬不动的时候 肯定要做很多的脊椎骨的把它切断之后再修正 因为身边没有任何的亲缘嘛 前天晚上主任看完准备 他来给我打过气 我一人家又不用担心 我们第一次手术的时候 从早上七点半开始麻醉准备 大概开到隔天早上的三点到四点 那做了很多的脊骨修正矫正手术 但是因为太难了 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完成第一个阶段 就是七点钟我就进了手术室 到手术室也看到了国际疗治療长 除外籍 还有我的三助手 吴伟明顾问他们都是在手术室陪着我 那就是二十三个小时整个过程 我心想的就是这个小孩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让他完整地回到家里去 我们就等于是他的爸妈一样 他不光是帮我治疗 他也是在我医院上的一个父亲 我连几点他都会来看我医院 有的时候我睡着了 他来看着我 他不会吵我的手 看了一眼他就出去 我偶尔的时候也会看到他的背影 前一次去做那个青创手术 他自己掏了二十万的医疗费 主任很关心我 爸妈把他交给我们 我们不希望小孩在这个地方出现任何一个问题 那我们希望他是可以恢复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我就自己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 即使没有人帮忙我还是要想办法 让他可以恢复到身体健康的状况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我两次手术 2020年过年的时候 我是在医院过的 那个时候年夜饭也是爱琪阿姨 淋着大雨骑着摩托车来到医院送给我的 他就像我在台湾的一个母亲 对他来讲 因为他学的是资讯科技 刚好我们目前台湾资讯科技是最棒的 这七年他可以学技能 也可以有工作经验 毕业之后也可以申请留台工作 现在我都已经达到症状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因为像之前我有手术前的话 我是趴楼梯 趴到一楼我就累得快晕过去 那传得真的是太厉害 这也是2019 11月29 那这个是今年的4月19号 在国际医疗爱琪他们的努力之下 那他又回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看起来整个人是平衡的 你站立穿着衣服 你根本看不出他有侧弯 谢谢长运护士的陈总 谢谢长运护士的全体员工 我们只在乎你身体健康 对啊对 我们会在乎说 育蕾要回馈我们的时候 不会不会 只要育蕾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 身体健康 这是比较重要的 是 加油耶 其实今天看到他还蛮高兴 跟之前我看到的照片 他有一直 感觉上一直越来越好 我最大的感动啦 就是我能够跟任何人 我正常的沟通 因为之前是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跟人沟通的 因为全身就会发动 是没办法说出话 说出声音来的 你们的爱真的让我能够重新的得以重生